一星期一本书 小编将这篇文章给我的时候 我突然就觉得扎心了 因为作为一个标准的80后 文章所写的内容确实能够引起共鸣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前几天 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出一条消息 标题为80后们 中年人这个称谓 你们真的接受吗 证文中提到第一批80后已经37岁 最后一批也满了28岁 中年人象征着柴米油盐 象征着重压下的琐碎生活 看完这条消息 我后背一量 其实准确地说 我是个70后 但是我是出生在79年的11月 所以从小身边的玩伴 大都是80后居多 我也就不自觉地 把自己归类到了80后的行列 我还记得在义不留神冲过30岁大关的时候 我就开始不自觉地忽略自己的年龄 有人问起基本都是黑黑一笑地回答 30多了 可能以后就不能这样说了 只能说快40了 有时候不服气是没意义的 因为身体和潜意识 已经不断地提示自己 好像真的与年轻无关了 从前随随便便熬个夜玩个通宵 第二天还可以生龙火虎地踢上一场球赛 现在过了11点不睡觉 第二天起来腰酸背痛腿抽筋 从前和哥们儿喝酒 白酒啤酒红酒轮番上阵 难受想吐就跑到厕所吐出来 回到桌子上还能大吼一声 给我满声 现在两瓶啤酒下去 只能眼睛发直 舌头僵硬地说 我可能真不行了 从前 算了别说从前了 我的前半生过去了 只剩怀念 前段时间我妈生病了 父母当年响应人民政府晚婚晚育 和计划生育的号召 三十岁那年才生下我这个独子 明年她就七十岁了 我和她生活在不同的城市 我在西南 她在东北 飞机需要飞三个小时零十分钟 直线距离将近两千六百公里 她有多年的胃病 前段时间 愈加得严重 她瞒着我住进了医院 身边没有一个人 办手续做检查 输水 全部一个人 我得知这个消息后 闭上眼睛就诠释她 有些勾楼和蹒跚的背影 我陷入深深的自责与不安中 我请了假 买了机票 飞回家乡 接她到我的身边来 我看见她的时候 心里很难受 因为她已经瘦得不成样子 脸上的皱纹很深 精神看起来也有些萎靡 至于我记忆中的妈妈 判若两人 我又一次感受到 时间的力量 令人胆寒的力量 我带她在重庆的大医院 进行了检查 庆幸没有什么恶性的病变 但是我知道 她再也回不到从前 我记忆中 那个能干麻利的母亲了 所以当她得知 自己病得并不是很严重 要求回老家的时候 我严肃地拒绝了 我说从现在开始 你必须和我生活在一起 因为你已经不年轻了 因为儿子 想让你过几年 有亲人陪伴的日子 80后 我们的父母开始衰老了 开始生病了 开始害怕孤单与寂寞 开始期盼 与这个世界上 他们至亲的人 过些哪怕平淡 但是能相互取暖的日子 我们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 衰老的父母的世界里 只有我们 我们可以不成功 可以没地位 可以没有钱 可以没有名气 可以没豪宅 可以没豪车 但是我们得好好地活着 只要我们活着 父母才有生活下去的意义 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笑而亲不带 这不是鸡汤 这是实话 大宝今年两岁半 他总问我一个问题 宝宝可以开车吗 我总是回答他 等你长到爸爸这么高 就可以开车了 他会说 那宝宝多吃蔬菜 长高高 我不太敢想 等他长到爸爸这么高 那时候我是个什么样子 或者 我还在不在这个世界 80后是艰难的一群人 各种众所周知的原因 造成我们异常艰难 异常辛苦 我们迫于生活的压力 过度地透支了自己的身体 我们身边同龄的朋友 还有早早离世的先例 去年 一个早年的同事 年仅36岁 便因为胃癌 离开了人世 在他患病的时候 我却探望过他 见了面 却不知道说些什么 该安慰吗 可是该如何安慰 我不知道 我们互相沉默地望着彼此 他忽然开枪了 他说 我尽力了 我什么办法都试过了 包括像吸血鬼一样 咬着鹅被切开的血管 吸食他的鲜血 这样的荒谬至极的偏方 我看着镜子中 自己满嘴鲜血的样子 那是我见过最可怕的样子 可是就算这样 还是不行 他开始流泪 他表情没有变化 只是眼泪一点点地流下来 这种没有生死历劫的哭泣 却更加地让人感到无尽的绝望 他继续说 我不是怕死 我只是放心不下我的女儿 她还那么小 我无法想象 她会如何度过没有妈妈的日子 她被人欺负怎么办 她想妈妈了怎么办 谁去接她放学 老师问她 妈妈总不来参加家长会怎么办 真的太可怕了 可是我就是没办法 我真的尽力了 我只有等待 我的世界都黑了 我只有在黑暗中 默默等待那一刻的来临 我也曾想象过那些画面 我身上插满管子 面无表情地躺在 一眼望去 尽是一片白色的医院病床上 大宝就在我的面前 他在和医生交谈着什么 可是我听不见 但是我能看见他的脸 他似乎还和小时候的长相差不多 只是长大了一点 他脸上写着焦急和悲伤 医生转身出去了 不一会儿 护士就带来了一批 我以前没有用过的药 大宝坐在我的床前 握着我的手 眼眶湿润 嘴不停地动着 我虽然听不见 但是我能猜到 大概就是拥有新的进口药了 爸爸的病有希望了 我艰难地转动着眼珠 把目光移向床边 维持我呼吸的机器 我用力地看着那台机器 我想说 大宝 把机器停掉吧 爸爸该走了 可是我说不出来 这不是我期望地 与他告别的场景 我多想体面地 有尊严地和我的孩子告别 如果在病情没有恶化之前 我可以做些我喜欢的事情 该有多好 比如在一个天气很好的午后 和大宝一起到他小时候 经常去踢球的公园 和他踢一会儿球 踢累了 就和他一起坐在公园的长椅上 抽上一支烟 搂着他肩膀 和他讲一些 我认为有意义 或者重要的事情 然后找一个合适的时间 到医院进行注射 那天 我想穿上我最喜欢的衣服 肯定不会是西装和衬衫 我想 应该是海浑衫 牛仔裤 和帆布鞋 我会和大宝紧紧地拥抱 告诉他爸爸要走了 你以后 好好的 然后我便可以面带微笑地离开了 可是 我能这样选择吗 我想我不能 80后 人到中年 正式开启 上有老 下有小的不能死模式 我们不能倒下 我们不能放弃 我们甚至不能去死 我们得活着 我们得更好地活着 我们得继续奔波 我们得继续前行 为了父母渴望的眼神 为了孩子伸出的双臂 为了那些 还没来得及实现的理想与愿望 80后 请别再抽烟了 请少喝点酒 请别再熬夜了 请尽量别加班了 请好好吃饭 请多吃些蔬菜水果 请别太压抑自己 请你对自己好一点 再好一点 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人 我们身后是一个家庭 是年迈的父母 是幼小的孩子 是那些最爱我们 最离不开我们的人 不问这篇文章 真的是太感慨了 当我对这话筒说话的时候 仿佛还在十几年前 十几岁的我 怀着满腔的激情与梦想 与我的听友对话 十几年过去了 我依然对这话筒说话 可是却从青涩的小姑娘 变成了孩子妈 说话的平台 从传统电台到自媒体 还记得十几年前 做直播节目的时候 那时候我十七岁 热线另一端 二十七岁的小伙子 叫我文倩姐 导播乐得不行 说浅江人民 都被一个小丫头骗子 给骗了 现在我的听友 大部分都叫我文倩姐 甚至还有一些叫我阿姨 不管怎么样 我依然对生活有激情 有梦想 我还在乐此不疲地做着 青春时期最热衷的事情 没错 我是八零后 但是我相信 八零后 也有八零后的风景 如果这篇文章 引起你的功名 欢迎你点赞转发 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喜欢文倩的声音 欢迎你关注文倩的 个人微信公众号 今晚九点半FM 大写的FM 关注我 每天晚上睡前 听文倩为你读书 文倩在小龙虾之乡 湖北前江 祝你 晚安 那是我日夜思念 深深爱着的人啊 到底我该如何表达 他会接受我吗 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 说出那句话 注定我要浪迹天涯 怎么能有牵挂 梦想总是遥不可及 是不是应该放弃 花开花落又是一季 春天啊你在哪里 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 一去不回来不见道别 只剩下麻木的我 没有了当年的热血 看得满天飘零的花朵 在最美丽的时刻凋谢 有谁会记得 看着世界他来过 转眼过去多年时间 多少离合悲欢 曾经只在四方少年 羡慕难飞的烟 各自奔剑城的身影 匆匆渐行渐远 未来在哪里平凡 啊谁给我答案 那是陪伴我的人啊 你们如今在何方 我曾经爱过的人啊 现在是什么模样 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 是到如今只好几点吗 任岁月份干理想在夜照 我不会真的忘 他都仰望着满天星河 那时候陪伴我的大河 这里的故事 你是否还记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活像一把无情可道 生活像一把无情可道 改变了我们模样 无畏曾绽放就要枯萎吧 我有过梦想 倾核如同满流的角落 你却不会来不及道别 只剩下马步的 我没有了当天的热血 看那满天飘零的花朵 在最美丽的时刻凋谢 有些会记得 这世界它曾经爱过 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 迟到如今之后几点吗 人随月风干离 想在夜照 不会震撼我 开头仰望着满天星河 那时候陪伴我的大河 找你的故事 你是否还要记得 如果能明天祝福你亲爱的 作词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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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唱 李宗盛 演唱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演唱 李宗盛 感谢观看